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菠萝包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鸽咛咛的豆腐花 传统的豆腐花会用到食糕粉、盐滷类作为凝固剂 但是这些凝固剂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容易买得到 我用这种方法来做豆腐花就适合你了 有机黄豆150克 用清水洗净净 用水浸一晚 这些黄豆已经是我先浸了一晚 浸完黄豆的水要倒掉它不要 然后用清水洗净净 如果你不喜欢做的豆腐花有豆腥味的话 你可以将黄豆皮去除 这样就可以减低豆腥味了 接着先做豆浆 这些黄豆已经洗净净去皮了 清水1100毫升 蒸黄豆加入搅拌杯 最蒸1100毫升的水全部加入去 用中速搅拌40秒 搅拌的时间你要看自己的搅拌机功率而定 搅拌完之后就用沙泊过滤 蒸起豆腥和豆渣分开 自己做豆腥你可以先蒸豆腥和豆渣分开再加热 或者豆腥和豆渣一起加热 我选择前者是因为本身的豆腥是冰的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如果选择后者 因为豆腥已经加热了 那么热的豆腥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过滤完豆腥 剩下的豆渣是很有营营的 不要浪败了它 可以用来做豆渣松 最好这些豆腥倒入一个大一点的易潔锅加热 用易潔锅加热豆腥 那些豆腥不会那么容易黏底 加热豆腥整个过程一定要站在旁边看着 看着豆腥加热 是因为豆腥一滚就会满沙七雷 用明火加热豆腥 整个过程要周不时用胶卦地搅拌它 不要让它黏底 豆腥煮滚了之后 转小火煮三至四分钟 一定要保持豆腥在未滚的状态下加热 豆腥在加热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豆腥表面会形成一张膜 这张膜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枝竹 你可以用筷子搅拌它 豆腥一定要煮熟才可以饮用 如果饮了不熟的豆腥 会令你出现中毒 做豆腐花的豆腥温度最好在75至85度左右 豆腥的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凝固不到豆腐花 一开始我用1100毫升的水泪 搅拌豆腥 豆腥在搅拌的时候会流失些 和豆腥加热的时候会蒸发些 最后得到的豆腥1000毫升 就是我要用到的数量 如果你煮7类的豆腥少于1000毫升的话 但是又增几十毫升不够 那你可以加一点冻水 就超过1000毫升 但是冻水不能加太多 今次我会用到13克的鱼胶片 来做凌固剂 鱼胶片在烘焙店 或者超级市场就可以买得到的了 将鱼胶片剪断 最加入清水 蒸它浸软就可以用的了 蒸浸软的鱼胶片 加入到1000毫升的豆腥里面 搅拌至鱼胶片完全溶化就可以了 蒸豆腥用筛一边过滤一边倒入一个玻璃大碗 如果你想这些豆腐花呢 滑滑滑滑的话呢 这一步一定要做呀 倒完之后呢 你见到豆腥表面还有些泡泡 你都要将这些泡泡不干净的 最后我还会将这些豆腥放入冻水 助冻 再放入冰箱冰三个小时以上 这款豆腐花呢 适合冻食 豆腐花冰紧现在呢 来煮红糖水 红糖30克 清水80毫升 在没有油没有水的锅里面加入红糖 用慢火蒸些糖煮溶 再加入80毫升的滚水 直至蒸些糖完全煮溶 就可以关火 攀冻备溶 现在就好意来试一下那些豆腐花啦 你看那些豆腐花在这儿弹一下弹一下 用匙羹笔下去 豆腐花一点毛孔都看不到呀 是不是很滑滑滑呢 如果你喜欢吃豆腐花 记得煮一下啦 用碗装好豆腐花之后 再淋上如先准备的红糖水一起食用 我不客气啦 豆腐花一入到嘴 就glub的吞了下去啦 真的很好吃呀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刷新片就会通知你的啦 多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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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